太不称职了!贾静雯这个坏习惯再不改可能会酿成大错。 提到贾静雯不少人会羡慕他,虽然他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但是对于贾静雯来说是一次历练,能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如今遇到修杰凯可以说贾静雯是非常幸福与幸运了,阳光帅气又是一枚暖男,不仅如此他还这么的爱贾静雯,实在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但是对于贾静雯在节目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对女儿的教育也很值得学习,但是同时贾静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贾静雯是一位极其喜欢吃零食的女明星。 因为贾静雯有两个小女儿,女儿都不懂事,所以很多时候步步与波妞会跟贾静雯学做一些事情,就算是贾静雯做得不好的她们也可能会去学习,就贾静雯吃零食这件事情而言, 如果贾静雯再不改掉这个坏习惯,以后会酿成大错。 首先贾静雯作为一位大人,更是一位妈妈喜欢吃零食,尤其是在孩子面前经常吃零食,这一定会影响到孩子的想法与看法,从而会影响到他们的做法。 尤其是步步这个年纪是一个学习特别快的阶段,很多时候会学习妈妈贾静雯的行为,当然步步也已经养成了爱吃零食的坏习惯。 这样对她的身体健康是极其不利的,经常吃一些毫无营养的零食对于正在肠身体的步步而言就是危机四伏,对她的身体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贾静雯再不改掉这样的坏习惯,以后会酿成大错的。 原本贾静雯对这件事情没有太在意,还是在老公修杰凯的严厉禁止下才决定要进行无零食计划的。 贾静雯小心翼翼地与同样喜欢吃零食的步步讲无零食计划的规则,并下定决心将最爱的零食一件件地拿出来摆在柜子上,不准自己与步步吃。 虽然贾静雯是这么做了,同时也遵守了不让步步吃零食的这个游戏规则,但是不少人认为贾静雯很不称职,因为网友认为,孩子原本的控制力就比较差,还将零食放在柜面上,就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事情。 对,这样不利于戒掉零食,最好还是将零食放在看不到的地方,眼不见为净。 更有意思的是,贾静雯能因为在没有零食吃的时候,带孩子们出去吃饭,要知道外面的饭与家里的饭相比还是不够卫生的, 所以贾静雯在教育孩子的方面还是多听听修解凯的吧,他比较有方法,同时也比较有控制力。 作为家长在孩子面前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同时更要做到控制好自己,这样才能将好的习惯言传身教给孩子们。 作为家长在习惯言传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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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